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台湾高雄市举行此前公布的颁奖嘉宾名单里面就有小S 而此次派出巨君爷爷将参加 不得不说和大S在婚后的他人气非常高 各种传闻都涉及到他 有很多网友都猜测小S提些巨君爷一起也是很有可能的 但对于是否一起出席今年进去江班江里 小S也很快回应媒体表示没有听过这个传闻 而经纪人也表示嘉宾人选需要去问主办方 据悉巨君也不会参加这次进去讲 也不会和小S一起走红坛 巨君爷和大S最近举办了小型婚礼 邀请了小部分亲朋好友参加 巨君爷爷称赞大S在婚的状态 像少女一般 恋爱中敌女人果然都是这么有少女感 平级在婚的热度 巨君爷还登上了韩国综艺节目 频频高调秀恩爱 还多次登上热搜 巨君爷耳度来台 在曝光海道中显示 巨君爷将于周五 在台湾得买夜店演出 海道中 巨君爷带着牛皮色贝雷卯 棕色大墨镜 穿着白色体恤 刮着大大的项链 一脸酷酷的表情 或像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这不是巨君爷第一次在泰举行演出 早在四月份时 巨君爷就在台举办过一次演出了 而且举办得非常成功 到现场的观众非常多 看得出来他在台还是恨 有影响力的 只不过当时大爷子 因为要陪伴自己的孩子 没能到现场观看 就是小爷子替姐姐出面 到场北巨君爷支持 更是高调上台和巨君爷互动 此前小爷子就晒出一段视频 里面用了高怪的特效 故意的搞新杰夫 还放出了一段他们之间的对话 巨君爷在视频里表白大爷子 让大爷子非常感动 可以说小爷子对于大爷子在婚 非常满意 小爷子非常喜欢韩国明星 比如刘在史等人 巨君爷会韩国参加综艺的时候 也帮助小爷子圆梦 那到一些韩国明星 给小爷子的彼此阿人 小爷子更是激动地透露 今年打算去韩国归星 小爷子和杰夫巨君爷 而且现在关系很融洽 两人互帮互助 现在巨君爷基本上 把自己的工作中心放在了台湾 毕竟大爷子和他的二女斗 在这里不方便跟巨君爷 一同前往韩国 顶局 因此巨君爷留 在台湾也是有机会照顾妻子和孩子们